这个呢是屋顶师傅在做维修的时候 屋顶打开以后拍到的 这个房呢建完也就只有四五年的时间而已 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 这一期呢我们就好好聊一下 上一个视频我们聊到了 一个四百万的在建豪宅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飘窗Flyshin在做外墙施工的时候没有安装 一位业内师傅跟我说 这个不是最基础的吗 你这是故弄玄虚啊 我们垒墙每次都做的 我跟他解释说 这个看似简单的基础知识 一些几百万的房子上却经常做不到位 对于飘窗安装Flyshin就是防水滤板 装什么样的Flyshin 怎么来安装 装多长装几种 一些专业师傅呢都没有完全搞明白 设计师设计图纸上不标 建理不懂 最后遭殃呢就是业主自己 目前啊就有一些华人的工地 六七千尺的这个房子 师傅呢主动提出来要加Flyshin 而建理呢却不采纳 还有一些网友呢不理解 觉得呢我有些华种驱虫 认为啊世界上就没有无解的房子 其实啊我想发表评论的这些网友 可能呢没有理解或者完全看完这个视频 因为作为建房呢这个问题如果要彻底解决呢很难 有可能呢需要把半面墙给拆下来 时间和金钱成本呢都很高 临时修补是可以的 但是并不能根治 这个问题在建房过程中是算是很严重的失误了 所以我才说基本上算是无解 因为基本上没有人会在这个阶段把它拆掉重做 晚上的时候呢看到温哥华的一位网友 在自己的朋友圈分享我的视频 还专门介绍我的栏目 瞬间我感觉到很欣慰也很感动 一些网友留言表示啊 觉得我的频道呢质量很好 不该有这么少的粉丝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栏目内容呢属于小众 关心建房子的人呢不多 因此呢关注量呢比较少 如果大家觉得温哥的这个栏目有价值 值得推广 希望大家能够分享出去 温哥需要大家的支持 在这里温哥谢过大家了 最近几个月啊 在跟一些设计师屋顶师傅 还有保温师傅沟通交流的时候 大家一致认为 平顶这个问题呢很多 我个人认为啊 平顶不适合加拿大 这里指的平顶呢是那些带curb的平顶 其最大的问题在于防水 四五年就有可能毁掉一个新屋顶 在跟一些屋顶师傅沟通的时候 我了解到在所有的房屋维修里面 平顶屋是重复故障率最高的 也是破坏性最大的 目前来说啊 现在造型的平顶房子 在新房里面的所占比例呢还不少 有人觉得好看 所以呢就选择这种风格的房子 殊不知啊这种风格的屋顶带来的问题是最头疼的 在继续本期的视频之前 我想向一位网友道歉啊 他呢一直关注我的这个YouTube频道 每期节目都看 在房呢还没开工之前 他就主动联系我 起初来呢 那个想要帮我做屋顶 我当时想拿到Permint以后再把图纸发给他 结果 由于种种的这个原因 一忙起来把这个事给忘了 前两天呢有机会再次接触这位网友的老公 我才意识到我把这事呢彻底给忘了 在这里呢 豆客向您诚挚的道歉 希望您能原谅 下次做房子一定先找您 平顶造型的房子 在热带和温带地区 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呢 你只需要把屋面的排水角度 做好引流和防水 基本上呢 不会有这么大问题 尤其是像美国的加州或者德州 一年四季都下不了几片雪 因此呢 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 但是这种平屋顶到了加拿大 问题可就多了 首先呢 咱们先说一下这个防水 平屋顶的防水呢 一般是以下防水 一屋顶的四周排水 靠这个屋面的这个坡子呢 把水引流到排水口 第二种方式就是把雨水呢 汇集到房屋中间的一个排水口 从屋子中间靠排水管呢 排出去 这样呢 比较隐蔽 以上两种做法 在美国加州绝对没有问题 一方面 沙漠气候很少下雨 另外一方面 常年干旱 连树都没几颗 因此呢 可能出现问题的概率极低 但是 到了加拿大 问题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 加拿大会下雪 而且呢 是几十厘米的大雪 特别是冬天 冬天特别冷 此外呢 加拿大的大树特别多 这些都会给平屋顶带来致命的问题 首先 咱们先说一下树叶 传统的房子 一般那个是斜屋面配合gatter 就是水槽来排水 如果周围的大树多 可以加装gatter guard 就是来保证这个屋面排水系统的工作正常 即便没有装这个水槽的这个护网 树叶把水槽给填满了 水按照屋面这个坡度呢 一样可以留下来 不会影响屋价的这个整体结构 也很少呢 会倒满到房子里面去 但是 平屋顶 一旦上面的这个树叶 把排水口给堵了 整个屋顶呢 就变成了一个蓄水池 当水位升高 水呢 就会寻找高处的这个缝隙进去 比如墙角上翻的flashing 或者呢 排水口的上端 最后的结果就是啊 从防水的薄弱环节进入墙体 从而破坏整体结构 我见过因为排水口堵了 整个屋顶的防水材料 全都鼓了的情况 最后的代价就是 整个屋面都需要重做 有的是屋价也需要重做 第二个问题就是 积雪和上洞 这个问题很严重 而且很难解决 如果是传统的这个 这个斜屋面配合水槽 冬天水槽上洞 结冰 失去排水的作用 太阳照射 雪呢 化成水 一样可以从屋檐流下来 经过水槽冰面落到地面上 但是平屋顶 一旦排水口上洞 水呢就流不出去 在屋顶啊 积压 如果连续赶上好几个 这个大雪天 厚厚的积雪 把这个屋顶给盖住 排水口又不起作用 化雪的时候呢 雪水呢 就会各处渗透 对房子呢造成破坏 平屋顶的这个屋面 做不好 后果很严重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四五年的新房屋价 已经完全泡烂了 由于这个新的建筑规范要求啊 保温棉底下要装 Vipo Barrier 很多地方都隔着一层塑料布 即便是这个保温棉湿透了 有些时候呢 你也发现不了问题 等你意识到 就该换新的屋价和屋顶了 花费呢 可以高达十几万 最常见的平顶的漏水位置 并不是这个平顶料 烧街的那里 反而是一些很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比如排水口的上端 当水位升高的时候 这个上端呢 就成了墙体 这个接口的注水口了 水呢 从这里流下去 破坏整个外墙结构 第二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地方呢 就是curb上端的这个flashing 也就是呢 女儿墙的这个防水铁皮 一旦这个排水口堵牢了 水排不出去 水位持续上升 直至接近外墙 如果防水密封做不好 外墙顶端的这个flashing呢 就会成为突破口 水呢 从flashing的这个背后 伸到屋顶的夹层 此外呢 也有可能从天窗的这个周围 渗透进去 最后的结果就是 屋顶发霉气鼓 第三个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呢 就是平顶屋外墙的flashing 因为呢 排水口堵住了 或者被冻住了 当积水 灌满整个屋顶 水从这里侵入木结构 屋顶师傅 还有外墙师傅 跟我介绍 这个地方呢 他们一般都特别注意 有经验的师傅 会把这一块的防水 烧到的呢 比curb要高一些 这样即便屋顶灌满了水 这里呢 也不会出问题 往往呢 在设计和施工的时候 这个细节呢 就被忽略掉了 加拿大早期的这个房子的平顶呢 是没有坡度的 也是近几年 才要求必须保留坡度 毕竟啊 北美这边的房子 大多都是木结构 遇上几十厘米的大雪 整个屋顶的这个负重呢 就会很大 时间久了 就会产生变形 你如果看一下谷歌卫星地图 你就会发现 不少的平顶都存在 严重的积水问题 这有可能呢 就是屋顶变形造成的 而屋顶一旦变形 没有坡度 想要把坡度找回来 这个成本呢 也不低 如果是建房呢 尽量不要选择 平顶带curb 虽然设计上新颖 但是呢 这个东西确实不适合加拿大 我这里不是简单的 指大的平屋顶 你的门廊小炮尺 车库的平屋顶也有同样的问题 一旦维护不到位 就有可能酿成大的问题 因此啊 在门廊 车库这些平顶的位置 施工 一定要找 有经验的专业师傅来做 我去过一些新房 炮尺顶上的这个curb呢 只做了四英寸高 可能还不到四英寸 只是简单做个 这个flashen 就是金属的盖板 防水密封呢 也没做好 甚至炮尺顶上呢 还不留坡度 不要说下雪 即便下一点小雨 这个屋顶呢 都积水 这样的设计 不要说过个十年八年 三五年呢 就可能出问题 有人就会说了 哪有那么邪乎 加拿大平顶不是很多吗 那些condo 商业建筑 不都是平顶吗 是的 确实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 有些condo 下完雨 整个屋顶 像个蓄水 是一样吗 Hi there I'm Tom Munro The Home Inspector I'm on an inspection today of a condo building in Vancouver Berish Columbia And the Stratus giving me access to the roof which sometimes doesn't happen I'd like to show you why it is absolutely imperative to inspect the roof of the building you're going to buy but also why it can be convenient for the Stratus itself to actually give access to inspectors which sometimes they restrict so that something like this can be prevented let me show you So seasonal roof maintenance it's so imperative for a Stratus to make sure this doesn't happen to your roof there's thousands of gallons of water on this roof and an imperial gallon weighs 10 pounds can you imagine how much water it's well 2 inches 3 inches of water on this roof can you imagine how much weight is put putting on this structure any vulnerable connections of vents or plumbing stacks like this could easily leak if there's a slightest little vulnerable connection now the drains obviously the drains are what's so important to keep clear you can see this drain it's got so much debris around it because all the trees that flock onto this building there it around it they've pushed all that organic debris on the building and that organic debris has made its way to this drain 此外啊 人家还有专门的物业管理队伍 定期及时地对屋顶进行清理和维修 避免出现问题 这些防护措施啊 是独立屋 所不能比的 如果您家里是平屋顶 先看看 这个谷歌的这个卫星地图 看看自家的这个屋顶 有没有积水的问题 此外呢 建议您啊 经常找这个师傅呢 做污面的这个检查 及时清理上面的这个树叶和杂物 检查各个位置的这个密封情况 确保流水的这个畅通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更多的健康经验 请关注 豆客期待 咱们下期见 拜拜 咱们下期见